好了,我們已經準備好了,這個按摩器就已經充滿了電 我們現在準備好了 準備 究竟行不行呢? 近一點 又來到華強北 華強北這裡 走過這間店了 現在有些很有名的東西 這些就是筋膜窗 筋膜窗就是當你做運動員 運動之後很酸軟的 就會用到的 為什麼呢? 就將它幫你的筋 還有那些 鬆些乳酸 還有那些筋 這裡其實我看過來說 最便宜了 是在華強的店來說 這一檔最便宜了 舊款 舊款這一隻 比較重一點 這一隻 炭籤 好像炭籤積分 它這個就有 電量顯示和力度顯示 其實已經比第一代好很多了 這一代來講 它有個 好處就是夠大力 電量比較強一點 但不好的就是 比較重 拿起來 譬如說你去一些 位置比較難去一點的地方 因為它太重的關係 變了 就不是太好用了 但是這裡買呢 外面買其他店舖我看過了 240元 這一檔 就賣218元 很便宜 這個 好了 它現在就來了一個新的一袋 剛剛看到這個新的一袋 新的一袋 這個外形 簽考很多了 那麼 輕很多 簽考很多 這個 貴一點 這個就賣230元 但是它一樣是有 電量 還有 要打開它 一樣都是有 電量 還有力度顯示的 譬如說40元 40元是電量 40元是電量 對 然後 如果我要去開 按這個開 它有10度的 10度的 它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不好處是什麼呢 這個就要逐一減了 一直按上去的 如果你想下回來的話呢 你要按 逐一逐一減下去的 但是新的一隻 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譬如我升了上去 我現在要降低 我多了中間鍵 一按中間鍵 立即可以 重新給你按上去 這個就是操作上面的一個 優勝的地方 力度雖然 這隻來講 有20度 20度 讓你教 這裏呢 只有10 但是它的力度 是一樣的 因為有時候呢 如果你按20下 才去到你想要的理想力度 其實都 挺麻煩的 好了 Ben 爺呢 現在就買了一盒了 買了這一盒了 打開它呢 裡面呢 其實有 有充電 已經有 英式透的了 這個 這個就是打肌肉的 即是你的手臂 大腿位 用這個打 因為這個 這個波子硬的 這個要做什麼呢 這個就是給你打 譬如說一些軟軟軟的地方 例如什麼軟軟的地方呢 你的肚腩 肚腩 頸 這些大動物 這些位置 比較軟 所以你要用這一隻 有個氣墊在裡面 這一隻 這個呢 這個是用於 靜脈 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再是腰這條脊椎 這條脊椎 這個位置 然後再是這裡 然後再就是腿啊 這些叉子部位啊 這些位置都可以 用 這個呢 這個腿啊 大腿內側外側 然後這個手臂 然後這些平整的位置 背部 可以配合金融 都可以使用 這個呢 如果你配合精油啊 即是呢 如果你塗一點精油呢 然後呢 這個呢 可以打 打下去身體 比較平整一點的位置 那最後這個呢 月位 腳板 月位和腳板 就用這一隻的 203元人仔 203元人仔 這樣就有灰色 還有黑色鹹 我覺得灰色 比較靚仔一點 你看到 灰色 比較靚仔一點 好處呢 這個呢 有保養的 即是在國內買 都有保養 那麼這裏呢 就是沒有保養的了 那你買回去呢 因為呢 這隻有個不好處是什麼呢 它如果震得緊要 因為你這塊東西呢 因為這個比較初代一點的設計 如果你震 因為它裡面呢 它震得挺緊要的 很容易震鬆一點電線的 那這隻呢 如果壞了的話呢 就不好意思了 不能保養的 玩完了 258元 那麼這一隻呢 因為呢 它的設計是優勝了 那麼那些電視 那些電視沒有那麼容易鬆 所以呢 這一隻 在這間店 是還有保養的 如果說最勁的呢 這裏都有一個最勁的 這個呢 就是最新款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複雜 最新款的 這個最貴的 賣680元 680元 那它一樣的輕巧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裏呢 首先它的設計漂亮很多 前面是半金屬的 這一邊是金屬的 這一邊是金屬的 那它最不同的是什麼呢 它用LG的電池 用LG的電池 記得嗎 LG的電池 那它是 這個呢 電量呢 就是 3400毫安 而我剛才買的這個呢 就是 2000毫安 那麼 但是因為呢 這個是LG的電池 它的電量 它的電量 它的力度呢 它打出來的力度呢 是強於這一把的 OK 我給大家試一試 這個電量顯示呢 在下面的三點就是的了 開始了 這個是最強的 5度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頭了 現在試一下5度 昨天呢 我呢 打拳來 打拳 之後呢 總是酸軟的 那我試了 另外一隻手 打完之後呢 真的呢 酸痛的感覺呢 是沒有了的 你看到啦 5度 5度 好啦 用回我買了一個啦 力度呢 明顯呢 力度明顯呢 是 真的差很遠的 真的差很遠的 但是呢 如果看那個價錢 一個呢 就 230元 而另外一個是 680元 人仔啊 正在說的 那麼呢 就真的要看看自己的需要 去到哪裏了 有沒有需要 這次的實驗呢 可謂不惜公本 用了100元 買了兩片厚切的豬肉 作為今次的測試 一般呢 如果我們想 弄軟塊豬肉呢 呢 我們這個估法來講 這把 銅頭刀 用刀背 砍砍砍砍砍砍砍的 沒什麼好處呢 一個不好 如果用刀背一塊砍砍 bland vous một 薩 就被你 那塊豬排是爛的 OK 所以我們試一下 用這個昏迷的 按摩器 究竟可不可以 有一個鬆弱的效果 好了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按摩器就已經充滿了電 然後我在頭上 當然有少少保鮮汁包住 免得很髒 豬肉就在這裡 我打算將它按摩三分鐘 3分鐘 看看它的效果行不行 好 三分鐘已經夠了 看看我們的效果行不行 看到呢 現在的豬肉呢 明顯呢 你見到呢 大塊了 大塊了 闊了 那你見到那些紋 好像已經有少少 紋路有少少不同 好像拉長了的感覺 好像拉長了的感覺 中間是打粒了的 左手邊呢 就剛剛用 我們的按摩器呢 就做了一個鬆弱的程序的 穿了個洞 因為可能分數太多了 另外一邊呢 這一塊呢 就是什麼都沒有動過的 加了少少鹽而已 然後呢 我分別會將 它這兩塊 豬扒 煎好它 那看一下呢 分別有多大了 這個已經變成大火了 變成大火了 OK 搞定 然後將它煎複雞 才會在這裡 先將它煎蜂液 醬汁煎蜂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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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凍結過來了 crap 醬汁煎蜂液 煎好了,兩塊豬排都煎好了 這一塊是玄風不動的 這一塊是經過按摩器和按摩過的 先看看現在這塊玄風不動的效果是怎樣 好實 很實,很實 你看 我也是煎得不錯,剛剛好 你看這些肉很實 完全是實的,纖維還在這裡 我們再試一下這個 按摩好的 這個明顯地是鬆軟一點的 你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 纖維感,還有肉汁漏出來的 差那麼遠 上面這一塊是扁了 這一塊是沒有扁的 其實不扁的 扁了還好像是硬了 所以師兄們,不好意思 本來我都想給你一個藉口 去跟老婆和媽媽拿不值的 這個東西其實可以除了用來扁自己的肌肉之外 還可以用來煮菜 幫忙扁鬆一點豬肉的 基本上這條條路走不通 好了 Ben爺的介紹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我這段片的話 雖然是失敗了 給個like 如果喜歡我的channel 麻煩subscribe Ben爺會繼續製作更加多有趣的片給大家 我們下一段片見,拜拜 拜拜